那么中共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之后 谁是下一个被打的大老虎呢 这个问题是备受各方关注 在日前有香港媒体披露 根据新领导人习近平的打虎名单 下一个目标是曾庆红 此外还包括另一名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 据香港媒体一周刊第1274期报道 卷入周永康家族千亿贪腐案的一般土豪 不少人都有香港身份证 周永康家族在港的网络 主要是由儿子周斌在幕后操控 而替周斌在港打理巨大王国的头号代理人名叫吴冰 吴冰替周永康家族打理的中序集团 涉及中港娱乐投资圈 而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就是曾庆红的胞弟 有文化大亨称号的曾庆怀 曾庆怀的女儿曾宝宝 在港登记了23家公司 其中花样年公司于2009年上市时 一般香港富豪为曾氏妇女站台 或富豪历称的曾宝宝 44岁就登上胡润富豪榜 报道说 除了曾庆红 习近平名单下一个目标 传是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 贾在薄熙来当红时 曾到访重庆 而贾的女婿李伯潭 更是一个老香港 早在1991年 就在香港成立移东投资公司 李伯潭在港注册的另一家公司 北方通合控股 旗下有石油 矿业 农业 地产等业务 全数股权由北方昭德投资控股持有 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而李伯潭就是昭德的董事长 贾庆林从贪腐上 个人问题上 他一直也都有 最重要的是 追随着江泽民干了很多坏事 特别是在镇压法轮功这方面 对于习近平这一介新的领导人 整个江系的势力 他都要处理 贾庆林是整个江系的人马里边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特别是他曾经是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事情一定会涉及到他 但是动不动他 我是觉得他不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一周刊指出 据香港文汇报2010年报道 李伯潭是北京国酒 茅台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打摊 北京多间富豪专用的会所都被查封 唯独李伯潭照住的茅台会会所没受影响 而另一间8号公馆 据了解也是因为贾家的关系 得以照常营业 贾庆林虽然也是原来的庄政级常委 但是他所涉及对于整个中国的司法系统 和整个影响 有眼不如周永康 而且他所牵扯的面 也不会有如周永康这么广 江和民退了之后 贾庆林也是处于一种半隐居的状态 当然贾庆林这样的人 一定是要被绳去理法的 但是更加应该把焦点 放在东庆红和江和民身上 据了解周永康7月29号被立案审查后不到一个小时 中共党媒人民网根据习近平7月26号的内部讲话 发表一篇题为 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的评论文章 但几个小时后 就遭到主管宣传口的江派常委刘云山下令删除 8月4号 中共地方党报长白山日报 披露习近平6月26号的讲话 习近平说 当前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 呈焦灼状态 习近平表示要与腐败做斗争 个人生死 个人毁育 无所谓 第二天 这篇报道被大陆多家网站转载后 很快遭到全面封杀 总的来讲 贾清明他现在能起的作用 还不如其他的 还有一些要处理的江西的人马更重要 比如说已经下位的罗战 那还有在位的像黎云山 还包括江的军师曾庆红 江本人 在整个江西斗中 他们是更重要的人物 现在只差一步之遥 就可以把江泽民拿下了 习近平走到了目前这个位置上 可以说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如果说他给整个江派人 哪一喘息的机会 让他们全土重来 东山代体的时刻 那么对于习近平本身来说 这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美国大纪元新闻网专栏作家夏小强指出 结合连日来国际主流媒体 纽约时报 发表习近平针对江泽民的报道 以及中央纪检巡视组进驻上海 江泽民二子江明康丑闻被媒体曝光等信息 或许一场兵不血刃的抓捕江泽民的大戏 正在酝酿之中 中央纪检巡视组进驻上海